印度实习医生奸杀案 掀起了医学界全国大罢工 女权分子痛斥 2012年巴士轮件案之后 政府制定了更严峻的法令 来对付性侵案 可是12年过去了 同样的悲剧不断的重演 印度女性的性命安全 依然饱受威胁 一切都没有改变 巴士轮件案死者的母亲 阿莎蒂威感慨 一旦有人不幸被性侵 受害者和家属 就必须经过艰难又漫长的 法律斗争追讨公道 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 而且就像天天都要重复 性侵的经历那么痛苦 印度医学协会发起的大罢工 在今早6点结束 但依然有很多初级医生 拒绝上班 继续施压政府 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医学协会强调 印度至少有六成的医生 都是女性 总理莫迪必须插手案件 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 保障医生 询募医学协会栏会 或者订阅上房 或订阅订阅 人员的安全 人员的安全 别人 那是因为 和预言 ? 感谢观看